因為現在台股有AI題材 所以都飆漲 連高股CTF都變飆股了 所以很多人早年就開始存啊存啊存 0056想說我為了退休生活做準備 現在台股兩萬次了 我覺得好像不該 是不是要停內一下 這真的很糾結 這怎麼辦 去年我的粉絲 提出來的問題最多說 老師我已經賺了40%了 我該不該賣 因為以前0056是很牛皮 幾乎就停在那裡 但去年就是AI概念股 讓它暴躁 所以現在有非常非常多高股系ETF 開始增加電子股的部位 那我覺得該不該賣0056 有個最簡單的標準 就是你有資金需求 你就賣 沒有資金需求 何必把母雞殺掉的 每年都給你配雞蛋 但是我覺得投資目的 其實就是要花錢 你把賺到的錢花在你覺得 不要說有意義了 花在你開心的地方 其實是很棒的事情 比如說我一個網友 他跟我說 他其實賣在34塊 沒有賣得很好 為什麼 但是他把那個錢 賣掉的錢賺到的錢 拿去裝潢了他先生的一個 小提琴的專業教室 讓他先生可以在家裡 教小提琴 那他先生的置業 就像老黑講 置業是教小提琴 買賣股票是增加他 達成夢想的一個機會 但買賣股票賺錢 絕對不是最後的目的 目的是應該去裝潢一個 小提琴的專業教室 有資金需求就賣 沒有資金需求就不要賣 千萬不要以為說 你知道高點在40塊 賣掉之後 跌到36再買還 現在就漲到42了 對不對 對啊 而且更不要因為 你賣掉34 36 在那裡揪心啊 不需要 你換到有個無價 對 就還有酸民在下面說 如果賣掉42不是更好嗎 幹嘛就弄個小提琴教室 但人生的目的不一樣嘛 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如果說0056啊 他是一年一配 現在變成 四配了 已經就是從善如流了 大家都要這樣配了 然後加上 配型也有把它調比較高一點 那你怎麼看待0056 我覺得0056還是一個 可以長期持有的標的 但是他是怎麼樣 他已經四十幾塊了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新的 高股息ETF出來 都強調這是低價 但我這樣說好了 你拿100萬去買0056 或買別的 其實賺的報酬率是一樣的 10塊錢賺的報酬率 跟40塊賺的報酬率是一樣的 其實不是看絕對金額 而是看報酬率嘛 對 所以我覺得買高股息ETF 有四個需要做提醒的 第一個就是買了不要換了 雖然現在有十幾次二十幾次 就像我一樣 永遠買0056 為什麼呢 我這樣講好了 0056在2007年 掛牌的時候是二十數塊 經過這麼多 你知道配了多少錢嗎 24.11 哇 等於快要還本了 對啊 再下一季就免費了 所以你必須報償 才可能有還本的機會嘛 你換來換去 坦白說 每一支每一年的報酬率會比較會有上下 但是你報勞一支其實差不了太多的 建立在一萬五千點 一萬兩千點 那漲幅當然比較大 對 要是他買成分股也比較便宜 對 而且上市時間久了 表示他耐得起這個什麼 那個波動的一個考驗嘛 經歷過比較多大風大浪 所以我覺得優先買上市時間比較窮 另外就是不要買那種完全重壓電子股的ETF 因為現在大家覺得高股息ETF也會漲啊 所以大家就重壓電子股嘛 因為電子股漲的幅度可能比較大 但是像現在比較00929 完全就是電子股 ETF照到你應該分散風險 對 怎麼可以重壓電子股呢 但是不好意思 我有買00929 哈哈哈 但是我配了一個兆風金 因為00929裡頭沒有金融股嘛 所以我就配一個兆風金來平衡這風險 但我的阻力還是0056了 00929只是 但是我想說多嘗試一下 現在這麼多芝麻 總不能一直抱著芝麻 偶爾還要吃點點心嘛 我們還想說我們有付費看老師的方格子 所以我們以為這是秘密對不對 00929 所以你要付費才看得到我有錢 但是今天沒有付費在我們節目看到 還有最重要一點 現在算要24000點 不要再焦慮進場時間了 是嗎 就用定期定額 如果繼續漲上去 你有享受到漲幅嗎 如果疊下來更開心啊 你可以買到更便宜啊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不要說 24000點是高點誰知道呢 所以我覺得定期定額 就永遠不要再焦慮進場的時間 你的買高股息ETF賺的是什麼 股息 所以張數比價格重要 這是施老師給我們的一個 累積我們退休金 讓我們退休更安心的一個方式